婚礼当天,我的新娘,为了霸凌她三年的混混前任逃婚了,十辆摩托拦住婚车,前任不过朝她招了招手,于是我保护了十年的女孩,就这么扔下捧花,扑进他人怀中,我跪下求她不要走,可直到呼吸停止,我耳朵里只留下她最后那句话,吉伯答,你真恶心,但她不知道的是,我快死了。 而她心爱的前任,会让她后悔终生,正文开始,KTV里一阵吵嚷喧哗,我勉强推开凑到面前的酒杯,出门打了个电话,明天就是我和柳如烟的婚礼,所有人都知道我爱她入骨,只因为她一句不喜欢,十年来我的通讯录里没有一个女性,她高中曾遭受过霸凌,所以我格外在意她的感受,因为加班晚回家,她将我锁在门外,我便在门外跪了一晚上,我明白她这些小脾气都是因为爱我,所以我照单全收,今天是她闹着要开单身派对, 我们圈子里的人几乎都来了,可作为派对的,女主觉得她却没来,这是我给柳如烟打的第十通电话,没来由的,我心头涌上些许不安,达哥,嫂子怎么还没来啊,好几个共友跑来问我,我只说柳如烟有些不舒服,嫂子不会要变卦吧,说不定嫂子最后一晚想刺激先,找别的乐子去了,玩笑开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听,说什么呢,我钻住其中一个人的衣领,对方酒气熏天,完全没察觉到我的怒火,哥你别不爱听,兄弟真是怕你栽跟头, 那女的高中时候和伊藤成,我一圈砸中她右脸,喧闹瞬间消失,对方也逐渐缓过神来,你打我,你自己问问,谁不知道,那女的之前多恶心,也就你个闹种好接盘,我目自欲裂,拳头直冲她眼眶时,手机一声震动,我立马松手查看,看清对方名字时,却慌了神,听说你明天结婚,是伊藤成发来的消息,下面还有一张图片,女人面色潮红,靠在伊藤成怀里沉沉睡去,她正是我的新娘,柳如烟, 天光大亮时,柳如烟回了家,或许是以为我还没醒,她捏手捏脚地进了卧室,却撞见我一身洁白西装,正站在窗前,静静看着她的影子,昨晚我等了你很久,哦,昨晚朋友那儿突然有点急事,我转身对上柳如烟的眼睛,她心绪地挪开视线,又不自然地将伊林扯高,你还在和伊藤成联系,我自嘲地扯开领带, 看向柳如烟的眼神充满疲惫,其实这些年,我收到过伊藤成不少消息,早就知道他们俩还有联系,只是我没想到,连婚礼前夜,都不能让柳如烟放下她的小情人,几波答,你有病吧,我昨天是真有事,况且我都没怀疑你出轨,你话里加枪带棒的什么意思,柳如烟皱起眉头,将手中的外套狠狠甩向我,我的手机几乎每天都要交给她查看,而她却连我多问一嘴都要发火,朋友总是有事找她,这么多年,柳如烟不知道用这个借口, 搪塞过我多少次,订婚宴进行一半就匆匆离场,和我父母见面的前一刻突然变卦,我的事情向来不重要,也不必让她费心,只是我从没想过,她口中的朋友,会是霸凌她三年的伊藤成,柳如烟,有个问题,我从高中起就想问你,你喜欢我吗?我几乎是心如死灰地问出这个问题,柳如烟神色一致,随后清脆的耳光生在耳旁乍响,我骤然转身,因为刚才的动作,她的衣领已经滑下,露出刺眼的吻痕,可柳如烟全然不知, 但是,仍咄咄逼人地指责着我,几博答,你知不知道,我最恶心你这副鬼样子,明明最恶心的人是你自己,却好像全天下都对不起你,心脏一阵脚痛,我吃力地喘着粗气,后背冷汗沉沉,可柳如烟却全然不在乎,说出的话直伤人心,还有,每次吵架,你都要装得快死了一样,你不是阿豪豪活着吗?你不是没死吗?你要真死了,或许我还能瞧得上你几眼, 至爱之人的冷语,胜过千刀万剐,在生意场上历尽沧桑的我,头一次真正被言语所刺痛,你这么恨我,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我头痛欲裂,已经没什么力气讲话,如果不是伊藤诚当年和我分手?你以为我会看上你吗?我双腿无力地跌坐在地上,柳如烟冷哼一声后,夺步走出房间,终究还是爱错了人,错付了真心。 看着在日光照耀下发着光的订婚件,我忽而释怀地笑了,去年订婚宴过后不久,我和柳如烟去做了婚件,这些年一直忙于工作,想给柳如烟更好的生活,我早就,察觉到,似乎有些不对劲,我已经有好一段时间,心脏频繁抽痛,还会呼吸困难,可结果下来时,我还是无法接受,除了吃药延缓病情,我毫无办法,我没有告诉柳如烟这一切,却开始负担比从前更多的工作量,我害怕的不只是死亡,更害怕今后一个人生活的柳如烟,如果我死了, 柳如烟作为我的妻子,可以顺理成章继承财产,她原本可以余生无忧,可柳如烟,终究还是接不住这破天的富贵,虽然我和柳如烟的感情濒临破灭,可婚礼还是得继续下去,几博答,感情是我们自己的事,从前的一切,我都可以选择放下,原谅你,现在我爸妈年纪大了,我只希望,他们看到我出嫁,过上安稳的生活,柳如烟神色和缓许多,她依然不曾注意到我苍白的脸颊,只是自顾自的,开始叙述自己的不义,和你结婚后,我也会好好和你 你过日子,你还爱我,对吗,柳如烟,我只希望,你说的能有一句真话,柳如烟冷笑一声,不再言语,我牵着柳如烟上了车,心脏的疼痛,不允许我有过多的情绪,可我陷入痛苦的漩涡中,我无法欺骗自己,即便柳如烟一次次伤害我,可爱又岂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我决定最后相信一次柳如烟,堵上我脆弱的身体,车速很快,副驾的柳如烟不断提醒我慢点开,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我太害怕了,害怕我们十年的感情,就此付诸东流,害怕再晚 一秒,就会和柳如烟的人生永远交错,最后一个红路灯,在我即将穿过时开始闪烁,最后定格于刺眼的红色,你干嘛这么着急,我没理会柳如烟的不满,依旧死死盯着红绿灯,在转为绿灯的一瞬间,我卯足尽踩下油门,轮胎与薄油路的摩擦声响彻云霄,额头狠狠撞向方向盘,我仍旧不敢相信刚才看到的情形,在抬头时,十辆摩托车将我的车死死围住,一腾成摘下头盔,慢悠悠抬起胳� 一腾成,柳如烟有些欣喜地喊出声,随后朝我冷笑一声,我眼里流淌出乞求的神色,随后转为一种近乎威胁的压迫,对不起,柳如烟闲误地正开我的前置下了车,我不明白,这是重什么心情,我好像失去了心跳的本能,心脏一针灭顶的刺痛,我好像失去了呼吸的权力 柳如烟又一次抛下了我,我松开安全带,费力下车后跪倒在地,柳如烟依偎在一腾成怀里,眼神是对我从未有过的依恋 即便他高中时曾被一腾成霸凌到自杀,即便将他一次次从泥潭中救出的人是我,见我跪倒,柳如烟的眼神涌现出几分犹豫 但一腾成霸道地揽摸他的肩膀,隔断他最后的愁出,己伯答,或许这就是天意吧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用平静的语气击碎我的希望,我们终究还是不合适 既然我遇见了对的人,就不要再纠缠下去了,心脏一阵阵抽痛 可这痛的来源,似乎要超脱肉体之外,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哀求柳如烟 求他跟我走,求他救救我,柳如烟你不许走,你凭什么走 我的情绪在愤怒与祈求中跳转,已经濒临疯狂,直到他说,己伯答,你真恶心 在我恍神的这一分钟里,柳如烟已经坐上一腾成的摩托后座 烟囱喷出呛鼻的烟,让我更加无法呼吸,我忽而有了一瞬间的清醒 上车前,我让柳如烟换好了婚纱,即便不失粉带 眼前的柳如烟依旧洁白胜血,如此纯净美好 我的烟烟,始终是好看的,恍惚好像又回到十年前那个夏日 我穷得三天没怎么吃饭,只能看着别人手里的包子咽口水 当时我和柳如烟,只是从没说过话的同班同学而已 他的马尾便随着清风摇曳,手里的包子温暖得快要融化整个夏日 我接过那袋包子,咽下酸色的暗恋,我为他挡下一腾成凶猛的拳头 每天提前一小时,跑去城东接他上学,却在高考结束的那晚 看见相拥的柳如烟和一腾成,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呢 我陪了你十年,从今天起,我们两步相欠 离开前一秒,看着在地上痛哭扭曲的我,柳如烟叹了口气 收回没能说出的重话,心跳停止的最后一秒 我像条搁浅的鱼一般呆滞,再做不出任何反应 好一个两步相欠,柳如烟的十年是青春 那我的十年算什么,被爱的总是有恃无恐,所以就能将真心踩在脚下吗 我的死,让众人都很意外 新婚之日,猝死的新郎和不知所踪的新娘 任谁都会觉得诡异,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的灵魂在死亡的一刻,就脱离了肉身 我看着赶来的救护车和一众轻倦 心中,没有任何波动 我是被拐卖来的孩子 前半生蹉跎下,只有柳如烟寄予过我唯一的温暖 如今我死了,倒让这群豺狼有了吞食财产的理由 我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的归处 我只想问柳如烟一句为什么 十年,还有我,到底算得上什么呢 一腾成的摩托车骑得飞快 柳如烟在身后紧紧缓住他的腰 我察觉到柳如烟在发抖 从前我开车时,都会尽量放缓速度 柳如烟最害怕飙车 可如今,他像猪随时会被风折断的柳枝 垂到路上的婚纱已经被磨坏 失去最初的光泽 但柳如烟并不在乎这一切 和一腾成在一起的每一秒 都会让他一次次放低自己的姿态和底线 又或许,他只是对我苛刻罢了 一腾成,可不可以骑慢一点 柳如烟大声地询问 声音夹杂着几分自由过后的轻松 好,都听宝贝烟烟的 一腾成笑得谄媚 竟没有半分从前上学时对我的凶狠 一腾成,我很开心你能来找我 如果不是你 我可能真的会和吉伯达那个废物 蹉跎一辈子 柳如烟将头贴近一腾成后背 小声尼难道 一腾成,还是你对我最好 一腾成被柳如烟哄得开心 微微扭头朝他打去 你刚说什么,我可没听见 我说,我爱你 柳如烟双手,做喇叭状 笑意盈盈,喊出这句话 活像被鬼火少年迷住的17岁少女 柳如烟和我在一起时 总是死气沉沉的模样 和一腾成在一起 却每一秒都带着少女的情窃 而生活就像电视剧 条条大道撒狗血 一腾成和其他兄弟起哄时 完全没注意到 急迟而来的大火车 我看着沉浸在幸福里的柳如烟 忽然有点想去提醒他 不为别的 要是他现在就死了 还得脏了我的轮回路 碰,的一声乍响天空 我长叹一口气候争念 货车直直穿透我的灵魂 继续向前冲去 我放下胳膊 回头看向那辆摩托 鲜血不断涌出 静透 蔓延 顺着婚纱的纹路 书写出一个词 报应 柳如烟从小身体就不好 和我在一起后 也大病小病不断 我心疼他平白遭罪 换个翘班 也要去照顾 而一腾成 就是常常害柳如烟生病的人 高中使用冰水 破正直生理器的他 将胶水涂在他的凳子上 我和柳如烟十周年纪念日那天 柳如烟发高烧住院 我陪了他三个晚上不敢合眼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确实去找一腾成 有个朋友说他遇到麻烦了 我得过去看一眼 我从来不问也不拦 只是不敢相信罢了 人就一定这么贱 居然会反复爱上霸凌过自己的人 或许爱本就无解 正如曾经的我对柳如烟 从回忆中抽离 我冷冷看着躺在床上痛哭的柳如烟 货车撞上来时 一腾成本能地调转方向 摩托冲进了绿化带 一腾成还是一如既往的无耻 摩托重重倒下时 一腾成整个人压在了柳如烟身上 而铁片刺穿了柳如烟的大腿 一向在意爱惜面容的柳如烟 左脸也被划出了一条长长的伤口 相比之下 一腾成几乎毫发无伤 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 柳如烟才终于有了说话的气力 柳如烟每天要问很多遍这个问题 但护士只是摇摇头 我看着柳如烟的眼神 从气带逐渐转向空洞 直至眼眶涌出酸涩的泪水 我坐在她床头 看她捧着手机发呆 在柳如烟疯狂地 给一腾成打去第二十七通电话时 电话终于被接通 烟烟 怎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 你生病就好好休闲 麻将的声音吵杂喧闹 柳如烟将耳朵贴得很近 才能听清一腾成的声音 一腾成 我好疼 你能不能来陪陪我 柳如烟抬头憋住眼泪 可一腾成丝毫不在意 瀕临崩溃的她 我在忙工作呢 你照顾好自己 有空我一定去陪宝贝 一阵喝彩声从听筒传来 柳如烟还想说什么 一腾成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随后病房里 又只剩下我和柳如烟 一腾成 你承诺过会对我好一辈子的 柳如烟抹开眼泪 心死一般看向窗外 我死之后 不会再有人问她痛不痛 只会有无尽的敷衍和质问 我窥见柳如烟崩溃疼痛的泪水 却并不能让我解恨 我这一生 还来不及去看一次海 就潦草收场 我有太多未完的心愿 三分之二都和柳如烟有关 但一切都 只是我自作多情 不想再听柳如烟的哭哭啼啼 我准备用最后的时间 再看一眼世界 即便是以灵魂的状态 穿出病房的前一秒 我却听见柳如烟崩溃的尖叫 接电话 你凭什么也不接我电话 我看见 她用力摁着手机 另一只手死死揪着头发 不知道回播了多少次 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直到对面终于传来声响 我看见柳如烟长出一口气 随后带着哭腔和院队质问 吉伯达 你去哪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苦笑着叹了口气 原来她只有到这种时候 才会记起我的存在 可惜我已经死了 这次柳如烟在闹脾气 也不会有人回头哄她 吉伯达 你说话 柳如烟打开了免提 我听见对面一阵吵杂 却没有人应答 应该是哪个亲戚拿走了我的手机 才接到了她的电话 柳如烟被对面的沉默 一次又一次凌迟 激动之中摔下病床 她在巨大的疼痛和煎熬中来回 似乎已经到了情绪的临界点 我听见她立声说 吉伯达 你现在还给我玩什么轻高的戏码 你就算是死了 也得回我电话 这一刻 世界仿佛静止了 我细血地 看着她恼怒的模样 过了半场 对面终于有了回复 柳如烟难掩惊喜 却听见陌生的声音 吉伯达已经死了 我认出 那是我大舅的声音 她平静地叙述着我的死亡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时间再一次静止 柳如烟的冷笑打破僵局 又想用这些恶心把戏来骗我 不想来就算了 她最好是真的死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地举起电话 对我大舅说 告诉吉伯达 她如果想装死 最好这辈子都不要再来骚扰我 我苦笑着摇头 始终不明白 柳如烟对我的恨意从何而来 直到我大舅说出了 具体的死亡时间和葬礼事宜 柳如烟脸上的愤怒 逐渐化为不可置信 不 不可能 柳如烟将手机砸向墙面 接二连三的刺激 已经让她无法接受 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吼叫 病房外冲进来几个护士和医生 将柳如烟扶回病床 挣扎之下 柳如烟的大腿 鼓鼓涌出鲜血 可她好像已经感受不到肉体的疼痛 只是死死垂打着心口 我看着已经昏死过去的柳如烟 有些好笑 辜负真心的人 也会心痛吗 我最终还是没能去看海 我发现 一旦离开柳如烟太久 我的灵魂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没想到死了还不能解脱 我有些懊谣 柳如烟住院这一个月里 除了我们的共有之外 几乎没人来看过她 更不用提一腾成 你知不知道 己伯达到底有多爱你 你到底凭什么 你这种人 就该一辈子孤独终老才对 你找什么男朋友祸害别人 我看着气得脸红脖子 粗的好友周元 有些不适滋味 周元是我工作后结识的挚友 他从前就劝我和柳如烟分手 我发病时 也是周元在医院照顾我 而柳如烟从来不知道我的病 也是因为 在我病倒的每个瞬间 他都在和一腾成甜蜜 我也曾难受到给他打电话 结局永远都是无人接听 就像这些我的隐远和难过 柳如烟永远都视若无睹 他从来不担心我的消失 也不在乎我的销售 多少天没回家了 又去拿鬼混了你 别哪天死外的都没人知道 柳如烟信任我一定会回家 却又不信任我对他的忠诚 归根结底 他谁也不爱 只爱自己罢了 我看着周元发红的眼圈 和面前沉默不语的柳如烟 更加觉得讽刺 我从前 到底是将什么垃圾示弱珍宝 我不知道 沉默很久后 柳如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气得周元差点动手 他根本就没死 你们都和起伙来骗我 柳如烟疯狂地扔砸着手边的东西 你根本就配不上几伯达的爱 剩下的时间 都是周元单方面输出 而柳如烟神色暗沉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七天之后 就是几伯达的葬礼 你有本事就来 看看他到底死没死 周元甩下这句话后 摔门离去 我看着他愤懑的模样叹了口气 柳如烟总是有这种 四两拨千斤的本事 一言不发 就能将对方气个半死 柳如烟出院那天 正好是我的葬礼 我有些好奇他是否会到场 他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 最后一蹶一拐 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苦笑一声 和柳如烟在一起这么多年 真不如养条狗 骑马认住 今天太阳格外晒人 虽说我已经感受不到冷暖 但阳光仍旧刺眼 柳如烟走了很久 我坏心眼地扶在他背上打哈欠 这让他脚步更加沉重 感受到脚步的停顿 和粗重的喘息声 我悠悠转醒 家里人和那天离开时一样 柳如烟开门后愣了很久 没有任何动作 懒得搭理他 我干脆飘回卧室 直到客厅传来一阵 玻璃破碎的声音 我才慌张出去查看情况 柳如烟赤脚踩在满地碎瓷片上 眼神中满是怒意 都在骗我 没有一个人说真话 四下无人的家里 他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般 嘶吼咆哮着 没有人回应他 于是他更加疯狂 嘴里不停地辱骂着 手里依旧翻找着什么 你欠我这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死了 你凭什么 柳如烟脚下的血 在地板上留下一路痕迹 活向地狱来的厉鬼 笔记本从抽屉里落下 柳如烟愣愣了一秒 随后捡起翻阅 那是柳如烟高中时的日记本 高二时 我和柳如烟 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级 柳如烟依旧和一腾成在一个班 而我则去到了顶楼的班级 于是我和柳如烟的距离 从一张客桌 变成了三层楼 某个午后 我捡到一本蓝色封面的日记本 飞夜的名字是柳如烟 起初我只是思索着 如何还给她 后面却渐渐成了 我暗恋的出口 我会特意去她 吃过的窗口 找她曾遮过羊的大树 知道她最近常被找麻烦后 我计算好她出门的时间 跟在她身后送她上学 而这些她从来不会知道 我们共享一片蓝天 却又各怀心事 日记结束在柳如烟最后的那句 我喜欢你 而这句话的主人是谁 如今的我才真正知晓 随后 我十年的爱意 藏于柳如烟所未知的 密密麻麻的文字里 2019年7月15日 一腾成今天又准备去读柳如烟 我从明天起 要提前一小时起床 送柳如烟上学 2019年9月4日 一腾成的拳头有多疼 我知道就行了 柳如烟的小脑袋里 只需要天马行空的公式和单词 其余的她不必知道 2020年6月9日 高考结束了 我想和柳如烟告白 可为什么 她会和一腾成抱在一起 2020年10月17日 今天是柳如烟生日 我只能守在KTD门口 偷偷看她一眼 她今天好美 希望她永远能像今天一样开心 2023年11月2日 我遇见柳如烟了 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 日记停留在 我和柳如烟重逢的日子 在之后 便是我对柳如烟十年的追求 这些文字在如今的我看来 却字字气血 包含讥讽 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你 我正独自伤感着 却听见柳如烟 带着哭腔喃喃自语 她仿佛经受了一场 盛大的骗局 足以颠覆 她前半生的认知 冥冥中 我仿佛猜到了什么 拖着累累伤痕 柳如烟一路冲到了一腾成家 一腾成没有给她家门钥匙 所以 她只能在门口等 我跟在她身后 隐隐有些不安 过了半晌 门开了 出现的却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 一腾成 女人笑容轻挑 看见一脸愤懑的柳如烟后 就了然于心 高声喊一腾成过来 烟烟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一腾成依旧装得温柔 柳如烟却不再吃这一套 将笔记本甩在她脸上 你发什么疯 一腾成显然 有些动怒 看到笔记本中间的内容时 却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 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 柳如烟胸腔剧烈起伏 眼神在这汹涌的恨意 笑你蠢呀 我的傻烟烟 都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了 有什么好解释的 一腾成抬手 将日记本从中间撕开 柳如烟慌乱地扑上去夺回本子 一腾成 你骗了我十年 明明你才是霸凌我的人 为什么要说是杰伯达 柳如烟掐着自己的胳膊 忍住不在一腾成面前流泪 我脑袋轰然作响 从前的记忆开始飞速重合 我骗你什么了 我只不过提醒你 一直有人在跟踪你 你那天上学 正好发现了 跟在身后的杰伯达而已 你自己要对号入座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忽而想起当年 一腾成从未当面 欺负过柳如烟 只是指使身边的人出手 在我解决完问题后 又适时出现在柳如烟面前 惺惺作态 如果不是我 偷听到一腾成的计划 或许我也会 将他当作好人 一腾成似乎越说越有兴致 我的视线落在 脸色苍白的柳如烟身上 他右手紧握成拳 指甲身陷进掌心中 哦对 你应该不知道吧 不但霸凌你的人不是他 一直保护你的人 反倒是他 高中三年 不知道因为你和他 打了多少次架 偏偏你蠢啊 一个误会就认定我才是好人 我倒没想到你还会 为了报复和他结婚 你也真是贱 我忽而想起那年大雪 柳如烟醉酒回来 看见在巷口等他回家的我 还是你最爱我 你会像从前一样 一直保护我 对不对 那天他第一次主动吻我 当时我还以为他 一直都知道这些事 原来只是醉酒下认错了人 天空骤然洒下滂沱大雨 尘封多年的误会 终于沉渊的雪 我看见一腾成伏地身子 朝柳如烟而语 是你把他害死的 一腾成的笑声逐渐放大 我握紧拳头砸向他 却从他胸口穿透 我恍惚地看向 疯狂踢打着一腾成的柳如烟 明明这些年 我们是彼此最亲近的人 却生生 为这深埋的误会错过一生 怪不得重逢那天 柳如烟看见我表情满是厌恶 怪不得我花了十年 都没能走进柳如烟心底 原来他从头到尾就不知道 原来我早已在挚爱心中判了死刑 再多爱意的堆砌 都是徒劳 反方向行驶的列车 连目的地都是相反的 又如何相遇 可我们原本不该如此的 柳如烟最近每晚都会从噩梦中醒来 我浮在他床头 眼泪从我的掌心穿透 如是枕头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 我常常能从柳如烟身体里 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 他很久不曾出门 也几乎没有与任何人交流过 只有我在他不知道的时间里 像从前一样陪着他 柳如烟昏睡的时候 我仿佛回到了送他上学的那些日子 他的马尾便在阳光下泛着光 我顺着他的脚印 陪他走过四季 他从前不知道我的存在 如今依旧无从得知 我真正成为了他的影子 柳天柳如烟又从梦中惊醒 恍惚着我和他对视一眼 对不起 他忽而落下泪来 眼神定在我所处的地方 随后拿起手机 打了最后一通电话 盛大的烟花站放在天台 一切如梦似幻 柳如烟眼含眷念地抚摸着墙壁 我看向他掌心覆盖的地方 奄奄余生 张扬狂野的笔记下 暗藏着最深情的告白 这是我高一时写下的 不知什么时候 有了更多更新的笔记 毕业这些年 我们青春不在 而总有人正值青春 来这么早啊 一腾成的声音打破宁静 柳如烟这才如梦方醒般起身 你说拿到了几博达的遗产 柳如烟点点头 一腾成眼神中贪婪尽险 那就按你电话里说的 五五开 我下半辈子绝不纠缠你 不然你就等好吧 杀人犯 我有些诧异地看向柳如烟 猜不透他想做什么 钱给你可以 但我有些别的想问你 柳如烟以着栏单坐下 呼啸的风吹乱他的发丝 露出消瘦的脸颊 一腾成不耐烦地责了一声 几博达知不知道这一切 柳如烟问出这句话时 声音都在发抖 一腾成依旧是不屑的表情 他不耐烦地催了口弹 他一天到晚就知道追着你跑 要是知道的话 哪里至于被你害死 我忽然很后悔 自己死得这么早 不然一定揍得一腾成分清大小王 一腾成还在滔滔不绝 似乎一定要将所有的罪责 推给柳如烟才罢休 第二个问题 他是怎么死的 他家人不肯接我的电话 问出这句话时 柳如烟哽咽了半天才出声 一腾成像被戳中笑点似的 笑得快喘不过气才回答他 心机梗塞 当然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喽 我突然觉得 这个死法有些丢脸 早知道当时就爬回车里 撞飞所有人了 在场的两人一鬼里 一个笑得喘不过气 一个懊恼自己的死法 唯有柳如烟低着头 一言不发 我问完了 钱在包里 柳如烟从铁门后面拿出个大包 一腾成直接两眼放光冲过去 这小子死得倒挺之前 一腾成兴奋地搓着手 打开包的一瞬间 却飞出十几只绚丽的蝴蝶 看着那些腾飞几秒后落下的蝴蝶 我瞬间反应过来 那是柳如烟十七岁生日时 我偷偷放进他桌肚里的塑料蝴蝶 当时我足足做了一百只 祝他长命百岁 现在想来到有些好笑 你耍我 一腾成愣了几秒后才转身 扭头的瞬间 等待已久的柳如烟 却被一大口鲜血堵住 柳如烟很快抽出匕首 再次插进一腾成的喉咙 一路向下 都结束了 松开手的一煞 一腾成控制不住地向后倒去 柳如烟脸上沾满血迹 从喉咙里 吐露出几声淒厉的乌液 而我记忆中的他 似乎越来越模糊 看着一腾成咽下最后一口气 柳如烟抱了紧 他盯着墙上的字看了很久 一遍遍低声重复着 咽咽余声四个字 最后他抽出 还插在一腾成身体里的匕首 用力划开自己的掌心 血液是世上最规律的颜料 不知痛一般 柳如烟用掌心狠狠 磨力着墙上的字 直到余声两个字 彻底被血液盖住 我这种人 从来就不配和你共度余声 他顿了顿 环顾四周后 将目光落在角落 我们的视线又一次相撞 一阵风过 柳如烟忽而解脱般笑了 他掌心的血蹭在脸颊上 与眼泪融在一起 你说 有没有一个瞬间 我们也曾相爱过 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好多时候我都很害怕 害怕自己真的对你动心 害怕忘记过去被霸凌的痛 命运让我们相遇 却又留下一条 我们永远跨不过的鸿沟 要是我能再早一点发现 是不是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说到一半时 警笛声愈发清晰 这辈子遗憾太多 如果还能有下辈子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楼梯间里 脚步声纷至踏来 柳如烟停止言语 站上平台的那一刻 看着楼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柳如烟叹了口气 将脚收回 转而捡起脚边鲜血淋漓的匕首 警察持枪冲进来的一瞬间 柳如烟用匕首划破了颈部动脉 我下意识想冲过去阻止她 却扑了个空 艳丽赤红的血液穿透我的身体 那一刻 我似乎又感受到了温度 她的鲜血就如岩浆 狠狠灼烫着我空洞的心脏 柳如烟被抬上担架后 我看见她无力垂下的手腕 右手无名指上 钻石如昨夜星辰 柳如烟不愧是名牌大学的医学生 动作快准狠 还来不及送到医院 她和伊藤成都停止了呼吸 而我一直目送 她被推进太平间 低头看看掌心 食指边缘逐渐变得模糊 或许我的执念已散 是时候离开了 我这一生 终究还是没能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可我还恨柳如烟吗 她爱错了人 辜负了真心 寒贺而中 我用尽方法向她表露爱意 却唯独不曾对她坦白 我们都错了 却又都没错 伊藤成的一个谎言 毁了我们 也毁了自己 冤冤相报 不得善终 人中要为年少脱口而出的谎言 付诸生命的代价 趁着最后一缕魂魄未散 我去到了最初相遇的地方 当年薪植的香张 如今长成大树 透过夜间下戏 我似乎嗅到阳光温暖的气息 伴着熟悉的尚克林 少女雀跃的发梢掠走尘路 少年洁白的衬衫被风吹起 我们的青春结局潦草 但一切美好 带走少年人的忧 吹散成年人的仇 这世界啊 它总会美好 全文完